湍急的水流声在暗夜里听来更让人着急了 因为有四个人被困在对岸 意外发生在8号下午6点屏东飞龙瀑布下游 找到水流较缓的区域 消防人员立即展开救援 吸水打在身上连消防队员都站不稳 他们利用绳索加上人力护送 分段接力才将四名民众顺利送到安全的地方 这些都是必须要考虑进来的 消防局也提醒民众网路疯传的秘境 通常人烟稀少要随时注意天后 而且最好要有熟悉的人陪同 让安全多一点保障 大家新闻屏东综合报导